马来西亚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 举办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国际食品展 遇300多个商家单位共同参与 其实很多关于文化的一些的展览 类似苏阿苏展都也实际参与 而且实际每次给我感觉 我去到的摊位都感觉很舒服 一个很平静的一个气氛 知道一个机缘之下 我才知道实际原来还有一些的有机食品 所以我很诚心的邀请实际的参与 当天慈激经世人文除了摆摊位 也在食品展的台上 介绍慈激征哉的香鸡饭 并且吸引了不少人潮前来观看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饭 其实不用11米 只需要放水泡下去 20分钟就可以吃一锅饭 而且饭里面本来就已经有菜了 所以你不用另外再炒菜 就可以吃到非常营养丰富 就有好味的一产饭 希望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就是说让大德们 会众们 能够进一步的来认识我们的进食产品 因为我们要走入人群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把这些好的食品 让大家一起来分享 慈激之工也在现场示范香鸡饭的制作过程 做成素食寿司让客人品尝 这种简单又方便的示范 吸引了许多顾客主动到台上试吃与购买 并且战不绝口 我觉得很好吃 很Q 很爽口 很够味 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追求这个健康 这样以前我不懂 我就是大鱼大肉 没有肉以为就是补不到我们的身体 太阳热的时候我会头痛 这样改吃素的时候 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实际在这次的食品展 不仅成功地把健康素食推广给大家 而且也传达了均衡饮食的讯息 让大众了解到尺素的好处 大爱新闻 潘芳敏 王丁达 林茵益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